《论语》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,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、论理思想、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,享有半部论语至天下的美誉,其中许多理论至今仍被视为智礼。 大家好,今天我要讲的是《论语》《线问篇》第十二章 一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。 子禄问,怎样做才是一个完美的人? 孔子说,如果具有脏污重的智慧,梦功绰的克制,便庄子的勇敢,染求那样多才多艺,再用礼乐加以修饰,也就可以算是一个完人了。 孔子又说,现在的完人,何必一定要这样呢? 见到财力,想到意义的要求,遇到危险,能献出生命,长久处于贫困,还不忘平日的诺言,这样也可以成为一位完美的人。 本章谈人格完善的问题。 孔子认为,具备完善人格的人,应当富有智慧,克制,勇敢,多才多艺和礼乐修饰。 谈到这里,孔子还认为,有完善人格的人,应当做到在见利,见威和久居贫困的时候,能够思议,受命,不忘平生之言。 这样做就符合于义,尤其是本章提出见利思议的主张。 既遇到有利可图的事情,要考虑是否合意,不义则不为。 这句话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 话说,真兵梁朝人,在他苦困时,曾经以一束可以织布的柱做抵押,向长沙四冠当铺借钱。 后来,赎回住时,发现宿内藏有五两金子。 真兵心想,这些金子不是我份内该得的,我不能无缘无故吞没。 于是,随即送还荡库。 这件事,在梁武帝做平民时,就已听说过。 心中对真兵的人格修养非常赞赏。 到了梁武帝继位后,便任用真兵派他前往黛皮郡当地方县令。 临走之前,同等官位五人,武帝一一告诫他们, 为地方县令,应以廉洁慎重最为重要。 愿清等多多加免。 唯独对真兵说,清往日有还金的高洁美德, 所以寡人就不用再以这些话相依嘱咐了。 从此,真兵的声望德行更加彰显, 传遍天下,流芳万世。 好,这一章就讲到这里。 谢谢。 战友好,真兵的声明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